首先會看到已經製作了孔 要麼會是它已經黏起來 另一個就可能會是分開了 如果分開了那個就跟銀色的位置對著它 不要這樣翻轉 跟著這一邊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先教一下如何穿針 首先盒子裡面會有兩組線 每次每逢一條就用一組線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先把針放出來 先像平時一樣穿過去 先把針放出來 接著呢 就尖那邊向上 對 接著這裡剩下一點 然後就用針的距離 然後就刺穿條繩 要隔一點距離 再刺多一次 好像是S形 對 只要這邊向上 這邊還有很多線 這裡剩下一點 這邊剩下一點 接著一直拉 然後蚊子 然後蚊子 然後套下去 好像有兩個結 這樣 那另一邊也是 我再示範一次 一條線兩端都要穿針 對 隔一個針的距離 接著 接著 再 小心手 因為這條線比較細 對 然後一直吸進去 蚊子 然後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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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連連下針不走 就像剛才這樣 再穿回去就可以了 那開始的時候 用紅色的示範 在兩端 沒有所謂 邊邊開始沒有所謂 在中間 先刺下去 對 刺下去 一直都是拿著刺 然後剃進去 然後剃進去 先刺進去 那邊 然後拿著刺進去 然後剃進去 前一下 第一個洞 即是中間的洞 這就是開針 記得兩支針距離是一樣的 拉回那個洞 然後拉一拉 然後拉一拉 然後這樣 可以看到有一邊的作品是明顯的 這邊可能會比較暗 如果分開了那個 兩邊都明顯的 但是在有字那邊繼續開始 繼續開始的意思是 我現在開針 兩邊前後都有線 我會在正面那邊 因為之後會這樣大 正面那邊 插一下針 然後插下去 本身在後面那支針 插到剛才在面穿那邊 就是完成一針 每完成一針 就拉一拉 因為這條線比較油 所以要用少許陰力 要不然很容易會斷 對 剛才一直在這邊 插下去 沒完成一針之後 然後每一次都要在這邊 開針 那我再試幾針 這裡插下去 下邊 5針 後面我知 再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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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放進去 再放進去 再拔開兩塊 之後就可以先拔開 然後大約縫完一邊 然後再縫完一邊 到這裡 這樣就可以放一隻牙進去 其實就是把它單平之後 然後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會看到有一個短一點的 就放在短一點的帶子 長一點就放在長一點的帶子 現在就 如果在縫到某個位置 斷了的時候 可以怎樣 假設 無論縫到多少也好 斷了也是這樣做的 我假設這裡 可以縫到幾針 先拔開 所以拔開的時候 要小心點 切到這裡 斷了 先把針放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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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針放在线上 但如果針放在线上,就用这个方法 先把針放在线上 接着会看到线越来越长 因为針放在线上 要針放在线上 在线上 可以把线上 放在线下 把线逼回线上 在线上 針放在线上 复在线上 所以要拔到長度可以靈活去打結 之後開始 解釋我這裡已經可以了 開始的時候 開始在另一個洞裡 好像剛才一開始這樣 繼續縫下去就可以了 之後再抹邊便完成